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越请求从众谅情 而在这一次总共被起诉的 有12个人当中的4名 都是现任立委 像是谁呢 像是北检侦办了 苏正清 许有明 陈超明 廖国栋 廖振宇 还有他们的办公室主任 还有行贿的前太刘董座 李鸿仁 李恒龙 以及白手套郭克明 这12个人 分别因为搜狗经营权的修法 还有殡葬用力的变更 最后发现他们 总收费金额超过了5000万元 而且苏正清收最多 而现在有4名立委 其实现在都是被起诉 而且被起诉的人高达12个人 但是我们来看到 包括这么多 包括前任还有现任的立委来讲 像是苏正清收得非常多 2580万 我们看到苏正清收费最多 高达2580万 当然国民党立委的廖国栋 也有790万 那其实这里面 泱泱沙沙之中 最惨的应该就是 时代力量的前立委徐永明 怎么说呢 他的契约贿赂 他并还没有拿到 真正的实责贿款钱 结果他就被起诉了 那我们看到说 徐永明 陈超明 苏正清 赵正宇 廖国栋 全部都被起诉了 但是有一个人 他同时也被检调有调查到 就是谁呢 前立委陈堂山了 他被立委调查之后 发现说的确是有 好像有收费的情形 但是又没有实质的对驾关系 而且这个证人李恒隆 前提案有董做李恒隆 他是转为污点证人 转为污点证人之后 他就跟检方说 其实跟法官说 其实他跟陈堂山 本来就是认识的 认识的时候 平常就会互相帮忙来 帮忙东帮忙西的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 贿赂的情形 而且检方在那边 调查过程之中 也的确没有找到 所谓的对驾关系 所以陈堂山 是完全没有被起诉 所以陈堂山没有被起诉 但是其他的立委 基本上现在要面临的 就是遭到了 可能会被北院判刑 这样的状况 而且我们来看到 其实当中蛮特别的 还有就是这个许永明了 我们刚刚说 虽然说他没有拿到汇款 就被起诉的状况之下 其实在这一次 整个相关的侦办的过程当中 也被透露说 其实跟交通部长林佳龙 也有关系 因为当时他在 接受征讯的时候 他就抖住了林佳龙说 我家里的那三百多万 其实交通部长林佳龙 借给我的 没有想到其实在当时 北建也都有特地的 来去征讯林佳龙 当时林佳龙还跟另外一位 这个廖姓女子 是台树科的董事长廖子诚说了 其实都是廖姓女子借给他的 虽然说检方觉得非常奇怪 这个说法都不拢 但是其实也没有实际的证据 认为跟收贿案件有关系 所以等于说 其实这件事后来 也都是不了了之 也是算这一次当中的暗卫案了 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当然说 如果真的这些立委们 都已经被起诉的状况之下 他们还可以领薪水吗 婉龙 到目前为止的话如果被起诉的话 还可不可以领薪水 原则上来讲 只要说 如果说他们还是持有立法立委的职权 所以他们还是可以持续领薪水 薪水有多少呢 其实也蛮多 你看法定每位立委月薪高达19万 另外还有年终 1.5个月助理薪资 你还是可以继续申报的 所以就算他们已经 人在看守所里面收押了 但是他的助理跟办公室 可以持续的运作 甚至他可以就靠过每个月的一个 看讯的时候 然后也可以去遥控一下 操作一下自己的办公室的运作 所以上线金额这样加起来的话 上线是41万 所以说现在立法院的一个 在秘书处的人就说 在押的四个人都没有被遭 指夺公权 所以并没有丧失立委的身份 而且就是薪水照理 助理薪水也照发 只是涉及的执行业务部分 像是文具费 电话费 交通费 办公事务费等等全部都会停发 对 那我们就来看 说到此夺公权 其实大家也会在质疑说 明明都已经被起诉了 为什么都还可以领薪水 其实当中的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这个了 目前全案有苏正清 陈超明 廖国栋 还有赵正宇 这九个人是收押觐见的 法院也将要召开一审题 由于宪法的增修条文的第四条 第八项的规定说 立法委员出了是现行犯之外 等于说你一犯罪就被抓到之外 在会期当中 非经立法院许可 不经不得逮捕或是拘禁 而且宪法第七十四条 规定是停止适用 必须斟酌向立法院询问许可 等于说如果今天 你要取夺他的公权 而且把他的职权暂时停止的话 还要问问立法院长 还有其他的相关的立委 要来表决吗 没错 其实只要问说 相关的立法院院长 比如说游锡坤 看怎么决定 那游锡坤他同样的 因为你知道说已经有四个立委 他有可能会被 有可能会被判刑吗 判刑的情况之下 那他立委职权该怎么去行使呢 所以立法院长游锡坤就说 站在立法院的立场 希望误枉误揍 就三权分离 也希望司法能够尊重宪政体制 符合宪法的规定处理 如果有任何处理 必须要立法院的院会同意 而不是我决定的 所以有可能会破天荒 要召集朝野立委协商 是否要同意续押四个设摊的立委 所以说现在这四个设摊立委 有没有可能会去 他的两个命运 一个命运就是立法院 要不要去续押 同不同意续押 第二个就是法官 要不要起诉他们 所以现在这些社会的立委 就是这两条命运的选择 而现在其实包括北院也抽见了 抽到了勤谷的法官蔡宗如 来负责成立这次的案件 而且等一下他就会针对 这九个人要不要来续押 进行开庭 不过眼看 其实我们从之前 包括还在侦查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看得出 这一次立委的收会案件 真的是杀伤力非常大 而现在确定被起诉 而且这些立委 是不是也会牵动台湾的 所谓的政治版图呢 到目前为止的话看来是说 如果说这四个立委 确定都被要又被起诉 如果都被续押的话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苗栗这边的话 国民党势必要得 派出新的人选来去接替陈超敏 再来廖国栋这边 是花莲的一些原住民的立委 山区立委 所以说谁要来去接放他呢 其实现在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的风声传出来 当然屏东这边 也是出现个大洗牌关系的 屏东苏家班 现在还有谁能够接替苏正清呢 如果是 有没有可能是苏家全的太太 有没有可能是他出来 代替侄子来去参选呢 或者是说新潮流的部分 也希望在屏东地方插一个旗 所以看起来接下来 台湾尾的部分 可能在接下来的2022 还会有一场激战了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 这个美猪美牛的进口议题 而且现在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追踪这个科学的粉丝团 因为他就是 在9月19号的时候 其实贴了一篇 好像是这个科普 一个相关的资讯 里头说什么 奇怪 明明政府已经同意开放萊猪了 但国内为什么禁用萊克多班呢 你问科普答案有你这个 就是萊猪不好吃 而且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篇 看起来好像是非常新知 而且是在科学人粉丝团 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杂志里头 但没有想到 这里洋洋洒这一大篇 又是农委会的广告 其实既然发现说这篇科普文 上面还写说加了萊克多班 可以增加收益又环保 为何国内人禁用呢 当然是为了保护保有台湾猪的竞争优势 也让消费者多一种选择 看到这样子其实民众都认为说 原来萊克多班对台湾的农业 有这么好这么棒的帮助 而且还是出自于科学人的杂志 但没料到这篇整篇文章 都被清清楚楚发现说 原来根本就是农委会的大内宣文章 怎么说呢 其实很多网友看到之后 这边才刚PO出来 立刻就引发相当多网友炮轰 网友就说 这根本就是专业科学为主的科学人 竟然替政府宣传还洗地 国内禁用萊剂 当然不是因为萊猪不好吃 这种回答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我们看到出来是一般的网友 炮轰了科学人杂志 他还有说什么呢 政府到底用了多少钱 在做这些莫名其妙的广告 当1450拿政府的钱 拼命的攻击一己 做宣传的时候 又有谁在管钱 到底怎么滥用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农委会 其实就是1450的 最主要的十组 过去1450这个名词 就是网军的代名词 当时就被前国民党立委 陈一鸣揭露说 原来民进党的农委会 曾经动用了1450万 来去征求所谓的小编 这可能疑似就是所谓的网军 也因为这颗议题 所以让1450变成网军的代名词 但没料到 现在农委会的网军 又再度复辟了 对 现在农委会的网军 再度复辟 而且竟然是出现在 这么权威的一个 杂志一个粉丝团里头 而在9月20号 也就是在事情爆发的隔天 其实科学人的粉丝团 也紧急的 PO出了一个紧直启示 他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广告 是有为媒体伦理 跟科学精神是非常不当的 我们没有能尽到了督导的责任 在此震动道界 而且要求工作团队 是要撤下这一篇的文章 而且退回了广告费 等于说也证实了 其实这个就是农委会 所以发出来的广告 再来陈其中 其实农委会主委也说了 这不是广告 说退回广告费 结果陈其中又说 这不是 这是政令宣传 到底谁说对 还是我们的农委会主委 现在又在装傻了 你觉得有可能是政策宣导吗 我觉得绝对不可能 怎么说 因为其实像农委会 我们的全台湾的猪 台湾猪是禁用 所谓的莱克多巴胺的 那为什么你的政令宣导 要说莱克多巴胺 因为为什么要禁用 因为莱猪不好吃 那我们干嘛还要去进口 因为你可能是因为 国际贸易关系 你必须要进口 但是为什么又说 为了莱克多巴胺 可以增加收益又环保 为何国内人禁用呢 因为为了保有台湾猪的优势 如果这是农委会主委的 这个政令宣导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政令宣导 也太诡异了吧 为什么说莱克多巴胺 可以增加所谓的收益呢 那其实这整篇文章 后来科学人也说 其实他整篇这样子写起来 并没有做到所谓的查证 也没有去做到一些科学的调查 你就这样子按照了农委会 提供给你的资讯跟资料之后 就把它刊登出去了 所以让这个科学人杂志 原本是一个很科学 很专业的形象 大打了折扣了 像是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就说了 第一明明是广告 你为何要署名科编呢 科编就是科学人杂志的小编 第二民进党开放美猪 有为媒体伦理和科学精神 这篇广告要洗白的是 来际很安全 为何台湾猪就要禁用呢 第三科学人有勇气 向广告说不 但还有多少人出卖人格 随民进党的谎言起舞呢 然后再来就是还说到 这样的1450共同体 已经让民进党 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了 对 没有错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 网军的心情 恐怕现在在台湾 也都变成一言堂 而且大家看到 包括这个科学人粉丝团 是现在大家很聪明 赵子放得非常亮 有发现 但是在其他地方 也许有更多的1450 更多的网军 在执行这样的状况 但是其实很多人就因此被影响 而且也没有发现 其实自己是已经被 这个农委会的广告 来这个盯众目标 而且来洗脑了 在我们来看到 其实这个农委会 一再的散播说 萊猪是可以的 萊猪是好吃的 但是台湾的猪农 是不能用的使用状况之下 其实现在如果你反而是 房姐就说了 有人说台湾猪可以用瘦肉机 这样子是假消息的民众 竟然是遭到法办 不过我们就来看到苏贞昌 在星期五苏院长的时候 到了立院被巡 结果好像他也是自己在打脸 像是在2012年的时候 3月份他讲了 马政府开放了 含有莱克多班的牛肉进口 但事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整个听过立院三读通过 一切已经是7月25号的时候 通过了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 后来这个来际的牛肉才准许进口 而且附带决意是禁止猪肉 及猪牛的内脏 所以等于说 完全又是在颠倒是非了